10月24号,镇江开发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护殴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 其中一方治人轻伤的袁某被判了刑 另外一方同样也治袁某轻微伤的谢某却没有被提起公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13年4月27号中午,镇江某冶金机械厂的工人袁某和谢某为了争抢休息室发生争执 愤怒的袁某连续起全打伤了谢某的鼻梁和眼部 经鉴定,谢某的损伤构成轻伤 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岳某很不服气 明明是护殴,而且他也受伤了 怎么就他一人被提起了公诉呢 法官现场对袁某进行了解释 对你的伤害,他自己是轻微伤 也就是说经过监定以后 没有构成法令意义上的反对行为的构成腰间 法庭教育后,袁某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 法院考虑到袁某系出犯并在事发后积极赔偿的谢某一万一千余元 取得了对方谅解 因此判处袁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被告人也有模糊的认识,认为是一种争当防卫 争当防卫是指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 为了保护国家人民财产利益而进行的一种阻止犯罪行为的一种防卫行为 在忽略过程当中,被告人,即使被害人他没有设施不法侵害 也没有再进行犯罪行为 而当天旁听庭审的一百多人中,有八十多名社区矫正人员 这个故意伤害,它是一个结果犯罪 我们一开始听着这个被告人讲,它是好像是有正当防卫的意思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庭审下来就感觉到这个是不看你这个原因什么 你事实上对他造成了伤害,这就是犯罪 法官表示,受害人有过错,但不影响袁某故意伤害罪的定罪 不过在量刑时,可逐情减轻 不过在量刑时,可逐情减轻